口吐异物将东西藏于胃中的反除术 究竟是怎么做到呢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一个反除术的原理解密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魔术师大卫布莱恩 非常愿意冒险 而且非常厉害的这位魔术师啊 那他向周围的朋友呢 介绍到他经过多年的练习啊 已经将自己的胃变成水竹管一样 就是说他可以把很多动物藏于自己的胃中 那今天呢他在这个节目现场 要在嘴巴里面吐出青蛙来啊 首先呢他喝下了这一大杯的水 然后呢再喝一点点这个水 这个水呢喝起来味道还非常不错啊 接下来呢要展示的就是世界上 没有几个人会的这个反除术啊 仔细看 我的天哪 哇真的嘴巴里吐出了一个青蛙来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amazing 震惊了全场的观众啊 在很久以前呢 其实已经有魔术师开始练习这个反除术 大家看到这位魔术师呢 不断的在口中喷出这个煤油啊 喷向这个火 他不仅仅能够喷出煤油 而且还能将胃中的水喷出来 那这个反除术呢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啊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那么今天呢 飞哥就带大家看一看这个原理背后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进入揭秘时刻 反除行为是指动物将胃内的食物倒流回口腔再次进行咀嚼的行为 而魔术师要表演口吐青蛙就需要练习反除 能够控制打开食道上部的扩约肌 这是食道顶端的一块肌肉 能够把食物送下去 防止进入气管 魔术师需要搜索胃部的肌肉 来对胃和食道下部造成向上的压力 魔术师表演前需要喝一杯水来打开这个通道 魔术师通过大量的练习来控制吞下去的物体的位置 胃分泌的胃酸其中含有0.2%到0.5%的盐酸 对于已在肠胃中承受高温的青蛙 当魔术师喝下去的水吸食了胃酸 控制青蛙在食道当中 然后吐出来 这个魔术真的不简单 非常敬佩这位魔术师的勇气